北极竭力 西灭突厥 东平百计 伐高沟黎 南镇吐蕃纵横万里 灭三国的行国公苏定芳 苏定芳名列自定芳 以自行于世 冀州五亿线人 唐朝初年大将 隋扬帝大爷末年 苏定芳的父亲苏雍 率领香兵数千人 为周骏讨伐贼寇 苏定芳骁勇多利 胆气超群 他15岁时跟随父亲征战 多次率先冲锋陷阵 苏雍死后 信都郡郡守令苏定芳 接替父亲统帅部众 他在郡南大破清河 叛军首领张金称 将其斩杀 接着又在郡西 打败了邯郸叛军首领杨公青 追击逃兵20多里 斩夫颇多 从此 叛军们不敢靠近周县边境 乡里都依靠苏定芳保护 在席卷全国的隋末龙民起义中 苏定芳投奔了河北义军领袖 窦建德账下 窦建德的大将高雅贤 颇为喜爱苏定芳 将其收为养子 武德四年 公元621年 窦建德败亡后 苏定芳又随高雅贤 投奔了窦建德旧将刘黑榻 参与功臣掠地 多次立下战功 次年 高雅贤在明水之战中阵亡 武德六年 公元623年 刘黑榻兵败被杀 苏定芳于是归隐故乡 不为唐朝效力 唐太宗贞官初年 苏定芳被唐廷启用 任匡道府折冲 贞官四年 公元630年 苏定芳从定香道 行军大总管李靖前往汽口 袭击东突厥杰利可汗 二月初八夜 李靖派苏定芳率领 二百名手持弓弩的骑兵为先锋 趁物秘密行进 在离突厥驻地大约一里远时 大雾突然散去 苏定芳望见了崖障 于是纵马突袭 杀死了几十上百人 杰利可汗与随朝的义成公主 仅带着数十计随从逃跑 愚众都养福投降 李靖大军赶到 东突厥溃不成军 唐军斩首万鱼计 俘获男女十万鱼人 砸出数十万 杰利可汗率领残兵一万鱼人 想要渡过大漠 被囤于道口的通汉道行军大总管 李基部截堵 不久 东突厥各酋长 军率众来降 李基扶五万鱼人而回 殷山之战 唐军大获全胜 彻底击败东突厥 杰利可汗败走后 投奔位于宁州西北的疏离师 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军俘获 东突厥遂因此灭亡 其地尽归唐靖 战后 苏定方以战功受左武侯中郎将 后改任左卫中郎将 此后二十多年 他未得升迁 有学者认为 是苏定方在灭东突厥战争中 纵兵掠夺而受到了处罚 永辉六年公元655年春 高沟黎联合百计 墨河进攻新罗 攻占其北境三十余城 新罗向唐朝前使求援 唐高宗李治 令苏定方与盈州都督 陈明镇率军一万 讨伤高沟黎 五月 苏定方等渡过疗水 高沟黎见唐军兵省 于是渡过贵端水迎战 苏定方等奋力进攻 大败高沟黎军 杀福一千多人 焚毁其外城春落后回师 战后 苏定方拜授右臀卫将军 奉林青献功 永辉六年5月14日 苏定方随从 冲山道行军大总管陈之杰 征讨西突厥 被任命为前军总管 次年12月 在出战告捷后 大军到达阴梭川 西突厥两万骑兵前来抵御 苏定方率领五百名精壮骑兵 翻栓越岭 飞驰指导敌人军营 西突厥大败 唐军追击溃军二十里 斩杀一千五百多人 西突厥军所丢弃的铠甲兵器 流马纵横交错的遍布在山坡原野上 无法统计 副大总管王文杜 杜绩苏定方的功劳 贾称另有赵令 集结大军 下令不许升入西突厥腹地 显庆元年 公元六百五十六年十二月 唐军无功而返 王文杜因矫证被判处死刑 后特除名为平民 陈之杰因逗留不前 且追击不力 在劫免死刑后 被罢去了官职 显庆二年 公元六百五十七年春润月 高宗任命苏定方为伊利道行军大总管 燕燃都护仁雅相 耀罗果婆任等人为副将 再次征讨西突厥 沙伯罗可汗阿什拉赫鲁 苏定方从金山北面出兵 大破西突厥处穆坤部 其部首领南独禄 率领兵重一万多人投降 苏定方加以安抚 从中调发了一千骑兵 共同进军至叶德河 阿什拉赫鲁文逊 率领十万大军前来应战 苏定方率汉军及回合兵一万余人 同西突厥展开战斗 战斗一时 赫鲁轻视苏定方兵少 命左右翼予以包围 苏定方命令步兵 占据制高点 集中长矛一致朝外 轻率强劲骑兵 在北边的平地上摆好阵势 突厥军向步兵阵地 发起了三次冲锋 军不能攻入 苏定方趁乱进攻 在三十里的战线上展开激战 斩杀突厥人马数万 杀其大球都塔达干等二百余人 突厥军因此溃败 次日 苏定方整军进军 葫芦屋等部落举兵来降 阿什纳赫鲁独自于楚木昆 趋律措率数百期向西逃走 苏定方命令副将萧四叶 婆润率各部赶往邪罗斯川追击败兵 自己则与仁雅相率领新进投降的步骤 拦截突厥军后路 于是领兵踏雪尽发 昼夜兼臣 沿途锁过地区 收取其逃散的人口深处 至双河长驱直入 在距离赫鲁驻地一百里处 苏定方下令摆好正式前进 逼近金崖山 趁其狩猎时无备 纵兵进击 击败了阿什纳赫鲁的部署数万人 阿什纳赫鲁率其残部继续逃亡 苏定方穷追至碎叶水 尽夺其重 唐军此次征伐西突厥 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 西兵后 苏定方令西突厥诸部 各自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 他开通道路 设置右站 掩埋尸鲁 慰问百姓疾苦 划定部落地界 恢复了畜牧业的生产 凡被沙婆罗可汗掠夺的财物 牲畜等全部归还原祖 实信部落像原来一样相安无事 安息都护府迁回高昌故地 西突厥灭亡后 原臣服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 纷纷复降 整个西域治愈唐朝的掌控之下 显庆三年 公元658年11月 苏定方凯旋归来 先献服于赵陵之后 高宗在太庙又举行献服礼仪 高宗清宁殿前 大会文武百贯及外国君主使节 苏定方身着戎服 将阿什纳赫鲁陷于越旋之北 赫鲁附大象 达野莽不知 同年冬高中诏令 苏定方为安抚大使 再度牺牲都漫 苏定方挑选了一万名精锐步兵 三千名骑兵 飞驰突袭 一天一夜强行进军三百里 至天明时到达城西十里远 都漫大惊 率军在城门外仓促应战 被打得大败 逃到马宝城 苏定方又挥师速攻 唐军禁逼城池之下 到了夜间 后续部队陆续赶来 将城池四面包围起来 并伐木以制造工程器械 遍布城下 都漫无计可施 于是把自己捆绑起来 出城投降 自此 聪林以戏全部平定 显庆五年 公元六百六十年正月 苏定方率军 押送俘虏到东都洛阳 高宗清宁 前阳殿 举行授降仪式 苏定方因攻 被加持在行州 巨路的十奉十亿五百户 并升任为左五位大将军 龙朔元年 公元六百六十一年 唐朝对元鼠帝西突厥 势力范围内的 聪林以西诸国 再次进行大规模建制行政区化 至此 唐帝国统侠的西部疆域 直打险海 争于极致 显庆年间 百计仗势者高沟离之时 多次侵犯新罗 显庆四年 公元六百五十九年 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 同年冬 唐朝已决议东征百计 但苏定方此时尚在西域 故高宗迟迟为命将出征 显庆五年三月十日 苏定方被任命为 神秋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销卫将军刘伯英 等水陆大军十万人征讨百计 高宗又以金春秋为宇宜道行军总管 率领新罗兵 携从唐朝军队作战 唐军从陈山 沉船横渡黄海 抵达雄金江口 百计军沿江屯屯兵聚首 被苏定方打败之后 苏定方率领布其兵 夹将并进 直逼真都城 百计举清国之兵来战 苏定方率军迎击 大败百计军 斩杀一万余人 唐军乘胜攻入外城 百计国王浮于一辞 其太子浮于龙向北进逃去 百计众臣主都前来奉表归城 百计平定后 齐国被分为五部 五都督府下辖三十七州 两百五十县 纳入唐朝版图 灭百计后 苏定方纵兵大旅 引发黑尺长枝等百计移民的反抗 他围剿失利 所得两百余臣陆续反叛 显庆五年十一月一日 浮于义祠及浮于龙浮于太 等五十八人 被苏定方献抚于东都洛阳 则天门 至此 苏定方前后消灭三个国家 都活捉了他们的国王 前后获赏赐的珍宝无以计数 唐廷为庆祝功灭百计 赐天下大扑三日 并加授苏定方为上脸奉裕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 高宗任命七弊和立为 沛江道行军大总管 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 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 陈明镇为楼方道总管 率兵分道禁忌高沟黎 龙朔元年 公元661年正月22日 又以萧四叶为富裕道行军总管 率回合等诸步兵进军平壤 5月2日 唐军作战部署发生重大变化 朝廷改命 左萧为大将军 七弊和立为辽东道大总管 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 同中书门下三品 任雅相为陪江道大总管 统帅大军及诸胡兵 水陆分道并进 以讨伐高沟黎 8月11日 苏定方在陪水 大破高沟黎军 屡战皆结 于是禁军包围了平壤 9月底 天气开始寒冷 鸭绿江水结成尖兵 唐军在七弊和立的率领下 踏兵而过 鼓噪奋进 高沟黎军大半 唐军追击数十里 斩首三万级 其余部众全部投降 全男生仅已生灭 此时高宗未平 北方叛乱 只得照气壁和立 萧四叶二人班师 此次突然事件 使得唐军南北合计 高沟黎的战略部署落空 战争陷入了持久战 入冬后 高沟黎冰天雪地 气候及其他因素 再次成为了唐军进攻的击败 龙硕 二年二月苏定方判断攻克平壤已不可能 遂解除包围 班师回国 龙乡三年五月 吐蕃与吐玉魂互相攻伐 此后吐玉魂被打败 吐玉魂可汗 慕容杰可薄 与洪化公主 率领数千丈部中 放弃国土投奔梁州 请求移居唐朝内地 高宗任命梁州都督 郑仁太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 率领又五位将军独孤青云 新闻宁 等分别屯兵于梁州和善州一带 以防备吐蕃 6月26日 又任命苏定方为安吉大使 节度诸君 为土玉魂的后援 前锋二年 公元667年 苏定方去世 终年76岁 高宗在最初的时候尚不知情 等从他处听说了苏定方逝世的消息后 颇为悲伤痛惜 责备事成道 苏定方对国家有功 案例应当饱奖封赐 轻等不说 致死死后荣宠 未能及时搬下 言及于此 不仅哀伤悲态 于是立即下葬 追赠苏定方为左宵卫大将军 幽州都督 四号庄 神龙元年 公元705年7月 唐庭追封前代功臣25家 苏定方便在名单之上 所时时封并依旧己 建宗三年 公元782年 李仪使严真卿向唐德宗建议 追封古代名将64人 并为他们设庙响殿 当中就包括 又五位大将军 行国公苏定方 真元五年 公元789年9月23日 朝廷诏令使官考定功绩 帝其前后 以楚隋梁 苏定方等27人 徒刑于宁燕阁 以继国出功臣之下 彼后之来者 致元勋之不朽 宣和五年 公元1123年 宋氏依照唐代惯例 为古代名将设庙 72位名将中 亦包括苏定方 在北宋年间成书的 《十七十百将传》中 苏定方亦位列其中 《十七十百将传》中 苏定方亦位列其中